大地幼儿园 章鱼帮着小朋友 我叫平 我的中文名字叫梵天平 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叫 小红帽 有一个小女孩 总是带着红色的帽子 大家都叫她小红帽 有一天小红帽的妈妈说 奶奶受冰了 你把面包拿去给奶奶 奶奶睡完 冰症会好一点的 小红帽的奶奶就在森林里 小红帽走走走着 混到一只大灰狼 大灰狼天小红帽 会打漂亮的花 自己消化到奶奶家 一口把奶奶重进肚子里 然后穿下奶奶的衣服 他就等小红帽 小红帽来了 他高兴的来到奶奶床边 小红帽问 奶奶奶奶奶 你的眼睛怎么办的 弄我大呀 因为可以 大灰狼天小红帽 因为可以靠近土里 我的宝贝 奶奶奶奶你的耳朵 怎么办的也弄我大呀 大灰狼天小红帽 大灰狼天小红帽 因为可以听清楚你呀 我的宝贝 奶奶奶奶奶你的嘴巴 怎么办的也弄我大呀 因为可以吃救你呀 大灰狼天小红帽 一口把小红帽 投进肚子里 大灰狼天小红帽 吃得太饱 就吹着了 这时 从一个月的经过 发现了大灰狼天小红帽 就开箱 把大灰狼天小红帽打死了 从大灰狼天小红帽 救出了小红帽和奶奶奶 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